哈囉 哈囉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其實在GOOSTOP有講過 然後今天會就是 一樣是重構黑箱社會 演算法實在下的規範與程序正義 然後就 我剛從加州團 跟TOWMY TOWMY那時候已經滑來了對不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還在遠端 所以基本上我 今年剛畢業所以從加州 關了大概六個月 在一家很房地的生活 所以我就回來了 然後我在 我是台大法畢業 然後念VCLA的 Score of Law的那個 數位轉移政策 在我記得的時候你那一場是 原來錄影 然後轉接錄影 然後找到訪問是 你沒幾天Q&A 所以就 因為你剛好還在開車 對 對 其實我在 我遠端 反正 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所以說我們同學 我們前一天在 丟設美地 然後同學不舒服 所以我們都注意了 對 然後 你知道 交通是一個 山區不一定有訊號 也不一定 是沒有火的狀態的 所以 反正 我那時候 我們剛好在 我演講跳可進行的時候 我就到了 有訊號的地方 所以我就先 我有掛在meet上看大家 然後 會在那個 slide上面有回應 那今天 其實我已經把紅波箱 都忘了差不多 所以我會 就是同樣用 同樣的slide 然後重新 講一遍 那如果 然後我也 應該會多補充幾個 就是 T字 所以大家如果 我有什麼興趣也可以直接打算 就是 直接問沒有關係 然後 對 那 大家如果 我先問一下到底 有誰 有去WalkhouseCop那一場 都沒有 記得 那我就 反正 就 不忘言之忘 大家就隨便 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 大家 我們都知道 就是 就是 機器學習或是人工智慧 現在就要叫 AI 這張規範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狠心的東西 在 早在電腦自動化的時候 就是 自動化決策系統 到底要怎麼規範 就已經是一個 非常大的議題 甚至你也不用講 自己的machine learning 大家可能講到 什麼 自動化的 什麼政府的決策 第一個可能會想到 那種 什麼國家機器 怎麼動的很厲害 什麼監控 但是其實最明顯就是 就是 大一行政法101 什麼東西是由機器自動作的行政處分 呢 有沒有人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說過 測速造成 是的 測速造成 是的 測速造成 自動化的決策系統 做出來的就是 區間測速 是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早 就是在行政法上就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傳統行政法上會有所謂的政黨程序的要求 那你用自動化學的系統要怎麼 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也比較少 但是例如說像美國會有那個 政商程序的那個 那個憲法規範 就會講說 就是如果你可以 法庭的你可以去挑戰 這個不只是 不只是你違法 你也可以講說這個法庭開法的時候 並沒有符合行政法上的政黨程序 去挑戰它 那自然而然大家就要去講說 為什麼一個自動化學的決策系統 有正當程序的 就是有符合這個正當程序的規定 那其實 我們都知道就是 從有自動測速以來就是 沒有什麼人因為那個自動測速照相 就是有辦法將免費的測效法 這樣 所以 其實這不是一個 就是 測速照相本身 在科技剛剛出現的時候 他只是被用來就是 就是做 那個什麼行政 行政 行政 處分的自動化 其實大家 沒什麼特別的意見 那這幾年 慢慢出現的 問題 不就正在於說 因為 你說對於 測速照相其實 還蠻一百億的 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 喔 機器月測 然後我們就是 速度高的就被防 然後速度低的就不會被防 多的就贏 少的就輸 那 這是什麼一百億的事情 但是在現在這個年代 可能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好像越來越難預測 就是 到底 AI會產生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開始 對於 未知的東西等到 就是 開始覺得 隱隱覺得 不安一開始 很用 覺得很開心 然後仔細想一想 沒錯 覺得不是很妙 對 那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揮範的話 你可以把它 我們可以把它拆成幾個部分 因為我在講的時候 都會從 比較 政策面來思考 但 如果你要漂亮的去 講說 就是回到什麼 什麼 哲學上的大災位 人工智慧是什麼 人的存在是什麼 那個對 那個是 可能是技術法學 或是 法理學 要講的部分 例如說 如果你去看 參加 台大法班的 有容智慧的法會 然後 我們的 就是幾個老師 就會開始坐下來 跟你談黑格 然後就是 人工智慧的 是人嗎 你一定要給他等等嗎 但是 對我來說 那是有點太過 就是 你知道在天上飄的東西 我思考的邏輯會比較重 就是 所有的自動化學生的系統 無非就是 從有輸入 然後到某種計算 然後再參加決策 就是 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我們要揮範自然也可以從這 或是我們要去討論 自然也可以從這三個角度去討論 就是 首先從 input 的部分 就是資料從哪裡來 就是 資料是誰提供的 然後 有 是主動的輸入環 它會主動環 我們只要記取 那 自動化學生的計算 其實 大部分在 就是 判斷或是在炒的時候 大家講說 你中間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做出這個決定 為什麼會得到呢 為什麼會 就是這樣操作 那我們知道在 以前自動化學生 例如說專家系統 或是 Raw Base的很多的 決策系統 其實這個東西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但是在 就是 Machine Learning 大家就是 我也 其實也是很不懂 就是 以前 我們都知道在 只有統計的年代 大家就是統計都做不好 但是在 Machine Learning出現的時候 大家可以把資料丟一丟 然後就說 就自動得出一個 就是 這兩個東西有相關的結果 其實 我也是很 懂不懂這樣 當然我們就知道 最後會產生 決策的結果 不論 你中間的判斷是 你知道的規則是什麼 或是 你並不知道中間的規則是什麼 最後就會有 就是 我們知道所謂的 實質上 它產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符合這個社會 大家跟我們很期待 大概分成這 三個部分 然後 Oh God 那如果你在講 集氣學習的話 我們 你可能 就是會蒐集一些 就是 不論從各方 去找到什麼樣的資料 然後 找到一款資料集 然後就 為你去 哇大數據 然後經過處理之後 利用就 產生一個結果 然後就是說 嗯 這根據我們研究就是 你知道 這個 什麼和什麼之間 感覺有 某種相關性 然後就可以發一篇 就是 非常棒的 就是那個 那個 論文產生性 那甚至 中間也不需要 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我們經過調教 然後這個參數就是 變 準確率就變高了 那 這個 中間就 非常多的問題 也不用贅述 但是我可以取一個 這 最近新聞 爆出來的例子 就是 那個時候像包含 那英國之前 他們有在做 研究試著 其實不只英國 美國有在做研究 就是試著做那個 犯罪預防 那大家如果有看東方就知道 犯罪預防的系統 做出來就會出事情 那 但是 不論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佛羅里拉 有 佛羅里拉有 俊落這件事 然後英國他們也有 就是小 那個District 有行政區 試著去做這件事 然後他們就試著把一些 過去什麼 再整排沒有 所有的初次犯案者 他們身上攜帶的槍械的種 槍械的種類 和他們就是 放案的位置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放案的背景的資料 試著去輸入 他們最後就 這個系統就用 然後就是 哇我們有75%的準確率 可以去 在某個GIM的 就是資料 輸入之後 我們有75%的準確率 可以預測這個人 就是之前完全沒有犯罪過 但是之後會在什麼時候 就是做不 就是 你要用 使刀 使槍 搶劫 類似這種的 犯罪情勢 結果 這當然 計畫當然就引起了很多注意啊 然後大家就講說 是不是要 之前原本是實驗階段 是不是要投入 就是實務運用 結果真的 投入實務運用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 當初在資料搜集的時候 在做那個資料標籤的 就是出事了 就是其實 根本沒有標準 或是 他們資料 就有問題 他們並沒有特別 仔細的揭露 是怎麼回事 但是總之就是實際 就是把 錯誤資料去掉之後 重新訓練大概 走去只有15% 基本上 你用亂猜的 就是可能 機率很難看 比較高 然後 甚至 當然你這個計畫 就很快就被終止了 那佛羅里亞 那個 事實比較嚴重的是 美國的不少自治世襲 有很高的自治權限 那甚至說 警長是由 政治人民 或是有些警長 用選舉的 那剛好這個軍的警長 就是說 我們要就是 怎麼在 犯罪的那個 牙冒出來的時候 就 斬草出根 所以他們就會試著去 他們會把那個 青少年 尤其是什麼偷撤 搶劫犯罪什麼資料 輸入進去 然後測他們再犯 就是 預測他們再犯的情況 那 但是他做的 他用的手法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會 他 機器在輸入 資料中 在輸入之間 就是譬如說 犯罪的情勢 種類 然後 然後 接下來他們就會讓 機器跑出 什麼 有點像十大槍擊要犯 就是什麼 這個陣上 五大 就是最有可能 再犯人 然後讓陣上的警察 天天跟著他 他去健身房 就是去健身 警察就會跟著他到健身房 然後看他有沒有偷健身房的東西 然後他在家裡 然後警察就會在 警察就會跟著他們 然後 如果其實你就是乖乖帶在家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然後接下來 他們就會派那個 正常警察去看說 你家門牌號嗎 就是門牌有沒有掉漆草 有沒有見 有沒有違法的社會制度 大概 大概他們有一個自製室是有規定說 就是說 你知道就是 草坪到秋節或什麼 可以開一些簡單的 就是 行政房 那他們就會派警察去 就是 幾乎是全天或盯著 你剛剛有知道說 你被盯著 然後 你命在犯罪 那 正經驗當然很恐怖 而且 甚至這個中間還沒有種毒的問題 以前 因為 攝入其中 因為那個菌 基本上絕大多數就是 白人 所以你就想這些 你假如小時候 可能15歲的時候 跟著 別人 闖進 我不知道 例如說 闖進很電動 有了場所 然後去偷挖人家 投筆機的錢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 警察可以20小時跟著你 然後去你健身房 就是問你說 你覺得 就是 去騷擾你的家人朋友 然後 對 然後 都不知道是在什麼樣的國路 對 但是 對他們來說就是 哇 這個 當然你被抓到 再犯的話 他們就說 這是必然的 那如果你沒有被抓到的話 你就會 早早搬走 就是 檢查他們的問題 但是最後這個系統 到底 這些資料哪裡來 他們其實從來都 說不準 他們就說 我們找了人來 跑data 然後 就這幾個 那也講不出一個 所以 那當然我們知道 訴訟正在進行中 在美國就有訴訟 但是 在這一切解決之前 他們仍然堅信 就是說 這是給我們遞到的美好的未來 對不對 你看 自從有了這樣的系統之後 症状的犯罪率 就是大大的減少 但是當其他 當旁邊的人 就是 當其他菌的人指出 在他那個菌 犯罪率減少的同時 附近的菌的犯罪率也減少了 會不會只是大環境景氣變老 他沒有說不出的不一定 那這個 救衛產生非常嚴重 就是 那你的正當成績合在 你會憑什麼 去就是 高度的 就是去跟著別人 然後試著等別人犯罪 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現在 大家對Machine Learning 可以先 思考的方案就是 為什麼 我們要這些東西 然後 真的 就是厲害 就我們Machine Learning 一直在這邊講說 就是哇可以有資料未盡卻產 就是有趣的解法 但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退一步 想說為什麼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這些解決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些器 當然你把這些資料未出 就會得到有趣的答案 但是 這個有趣的答案 得出來的那個什麼 什麼 淺 那什麼 淺結論 或是它的潛在的 想要說服你的東西 是 真的是我們要的嗎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想想這一點 那我們從剛剛那幾個例子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資料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Mail的資料 就是收集會有 現在 例如說如果你看 華山的融局 他們會有所謂的 那個 機器學習營養標示的這件問題 就是大家都開始意料到說 就是 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輸入的資料 不論是標示 或是 那個資料搜集的來源 故事 故事或是不完全 就會產生問題 那 大家知道就是幾個 場面外的機器學習比賽的 都陸續會下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裡面的標示 就是 一來是 像那個臉部辨識的幾個 測試的資料集 是隨便拿實驗室的幾個人 拍拍照的 那我們都知道 可能理工特實驗室 尤其是美國理工特實驗室 大量就是白人 男性 或是 就是 某個年齡層 那拿他們去辨識 就是 黑人 女性 或是少數 就是眼孔五萬種 比較不一樣的時候 那自然而然就會得出 非常顛簸的結果 或者說像 ImageNet 或是像 Google Photos 那個 把黑人標示成大星星的 那種事情 層出不窮 那資料的偏 偏護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 在 我覺得 大家都看完新聞 都不用講太多的提示 但是 在這之前 其實 例如說像 在 我之前講的 黑箱社會 這個主題 其實是有 例如說 是由 Frank Pascali 一幫的教授 他們提出來的 就是有點像集氣學習的懷疑論 他們在講的東西 那他們其實就 點出幾個有趣的點 那 例如說像 自動化決策系統 有醜偏無 一直都不適及的新鮮事 例如像2008的刺激房貸風暴 他們 後來回去 那個時候 ML還不是一個 還不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或是他們甚至還沒有用到機器率 他們只是單純就是 房貸的信用平等 大家都會開始問說 為什麼會有刺激房貸風暴 房貸的信用平等 到底出過什麼事情 就回去追 就發現說 他們最早使用的資料集 是可能是1970年的 那個固定利率的房貸 可能有10萬筆資料 然後他們就 拿這個東西去 做一個 設計一個模型 可以去預測說 就是這個房貸的信用平等 或是這個 投資一些風險 但是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出現 就是 他們當初出入的資料 可能的確是準確的 但是 1970年的人 對固定房貸的投資的方式 他後面 在這個東西產生了之後 他大概 就是這些金融機構的投資方式 一來本來就會成了變化 二來就是 當他們要更新資料的時候 他們發現 更新資料 會導致有些 顧客的信用平等下降 那 這些 顧問公司 平常來公佈這些信用平等 他的收入 就是來自這些金融公司 所以 他們就一再的拖延 更新 他們這些訓練資料的實機 甚至是說 他們會有跟那個顧客 沒來演出 他們就會來問 以前 原本我們會覺得說 這些平等的標準 是為了避免算出一個 就是直接 絕對的分數 就是把它分級 讓大家就是比較好理解 但是 會有顧客反其繞而請問說 我怎麼樣可以 就是做高風險的時候 做我們降金融平等 那 在這個整個 就是背後的 就是 資料 處理利用的 就是中間要怎麼算 計算的方式 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很難去 就是 我們其實很難去就是 避免 或是很難去 就看出來說 這些金融機構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 對我們來說就是 他就每一年每一期 就要發佈更新 如果 我們 作為在 箱子外面的人 或是作為在 就是這些公司 或在這些金融機構 就是 交易之外的人 其實我們很難去看到 那 這個其實就有一個 很有趣的點 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這些金融機構 因為這些信用平台機構 是領金融機構的錢 然後所以他們會做出 就是 並不符合消費者 就是利益的事情 那 這個點也正正是 不論是 Google突圍搜尋引擎 但是領的是 你知道 廣告商的錢 或是 其他 我 例如說像 亞馬遜 雖然做的是 放開商品 但他自己也有 自己也有商品要販售 會有競爭問題 他們中間都會有產生 利益衝突的問題 但 就是他們就 沒有辦法保證說 他們會對消費者產生 就是百分之百分 就是一定會造成消費者的利益來做 那在處理利用的這個過程中 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資料搜集 可能會有錯 騙物 然後或者說 甚至說 非量化的資料 這個我剛剛在講 然後在處理過程的利用之中 還有那個 整合 例如說 你可能會覺得 單純看這些工廠 然後 分享資料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會有 二 我不知道 在處大家有沒有聽過 資料盤商 Data Broker 他們 可能不是 就是不只是你在市面上看到一些大頭的公司 尤其是在 好像美國中很大的消費市場 你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你那個會員卡的編號 他會叫你申請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的東西 他們就會 有一些就會賣給資料盤商 或是從資料盤商那邊 批資料來進行勾計 然後 就可以知道 或你這個人 就可以綜合的 從各方去抓出 就當你在看影子權報告他說 我們可能按第三方分享點資訊 或是他們的行銷夥伴 可能想說 你心裡想的可能是廣告公司 但是實際上他有可能是 真的就是 你的資料可能是很普遍的 就是 從在這些資料盤商裡面流傳 而引到特別的 那你可能想說 這些資料盤商在 演算法上面 或是在決策上面會 會不會有產生什麼 無力的影響 就是 最明顯的就是 台灣其實已經廢除 算 漸漸或是直接已經廢除 信用分數這些事情了 沒有 就是你現在去廉政中心 還是可以 跟他要信用分數 但是他應該不會有很明顯的商品 就是 就是 銀行會比較適值的看 你在幹嘛 但是 美國就是信用分數 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看他們電視網網頁 天天告訴你說 就是 你的信用分數非常重要 然後 要怎麼 增加就是什麼 增進你的信用分數 快下降我們家 對 那他們的信用機構 主要有三家 然後 這三家信用機構 他們收 會從各式各樣 除了金融機構 就是報警來說 會有從各種管理去收集說 你有沒有 例如說 不動產 就是 不動產交易 採取公式登記 那 你有沒有不動產交易 的紀錄 或是 你有沒有在法院 有被拍買紀錄 這些東西 整合起來 然後甚至說 你有沒有 身上有沒有被 就是租金或房貸 都會做為 信用分數計算的方式 那 這些東西 通通整合起來的時候 呃 那 當然你可能會說 整合聽他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想要知道 我借錢給這個人 有沒有風險 尤其是美國是一個 沒有身分性自豪的國家 那 我要怎麼知道 我今天來我這邊的這個人 就是 你所指的這個人 但是這邊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因為 他們使用募集 尤其是從資料盤上 買東西來募集 就會變成說 之前 美國一名 女子 然後他剛好 不知道是法院出技術 還是發生什麼問題 從他的民主就跟一個 身體破產宣告的人 撞你 然後 那你知道 他們 因為沒有身分之後 沒有辦法特定一個人 所以他就必須要透過 你的住職姓名 社會 那個什麼 有點像健保 健保 社會安全號碼 對 社會安全號碼 這個錯誤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從一個錯誤 就是從 可能是某個資料盤上的錯誤 就是不斷的 蔓延到這三家經過 甚至在這三家經過之外 讓他 譬如說你租房子之前 他們會去調名信用報告 確定你還不還子 還不還的出就是租金 然後或者說 你在銀行借錢信用卡貸房 然後 然後 讓他處處晃密 甚至找工作人家 要求你出示那個 信用紀錄評分良好 他也沒有辦法拿出來 就是這些機構 都沒有辦法正確回應他 甚至他要求 全新要求這些機構改善 他們還不一定找到 就是錯誤是在哪裡 因為從這麼多地方搜集 我要怎麼知道資料來源是哪裡 我要怎麼知道 從哪裡開始認真 那這些計算出來 造成他的不利的結果 就是對於 對於這些公司來說就是 你可能只是那個 演戰好像那個 0.001% 那個 極少數的 異望 但是 對於你來說 就是痛苦是真實存在的 而這些公司 並沒有辦法給你 就是 你也沒有辦法 好好屠殺修補 我記得報告上面講說 花了 三五年吧 去一間一間的追查 然後 那這些公司他們 也不會去透露他們 從哪些資料盤上去購買這些資料 所以就變成說他必須要積極的去搜尋 然後積極的去要求這些公司 再回頭向他們更正 那一直到現在就是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完整克服 但是這就是實質的痛苦 對不對 那在產生結果之後 像 我們知道 例如說信用分數這種 我舉個例子 我去 剛搬過去的時候 要去洛杉磯水電區 去申請那個水電開戶 開戶就是 那 他們就要求我 他們就要求我 提供 我的名字嘛 護照號碼 是會信用號碼 然後他們要去調我的信用報告 那如果我信用紀錄良好的話 我不用付押金 但是如果信用紀錄 就是 沒有信用紀錄 像我一個外國人 沒有信用紀錄的話 像水電局收了我6000台幣的押金吧 然後瓦斯公司也收了我 就是 一兩千台幣的押金 那 對他來說 他沒有這個 就是 可能他不會像中國 就是讓你什麼信用分數不良 就是禁止買火車票 搭飛機 那比較用社會管控的方式 但是 對他們來說 就是 一個 我不一定能找得到你的 國家這麼大 我不一定能定位到你 我也沒有什麼號碼 可以特定到你的情況下 他們 保護自己的方式是 使用信用機構 甚至是 保險 那 他們就會選擇比較低風險的方式 也就是 對你很不利 那 這就非常地痛苦 所以 其實 在 集體學習出現之前 我們知道 信用分數這種早期 是透過 在美國是透過那種 真信社私家 去你家 鄰里 附近去打聽 鄰居對你評比的 這種機構 逐漸轉變成現在正規的機構 那 他們就會 美國立法這其實就有下了很多 很重的限制 甚至說現在 像信用分數影響你什麼大公司 你其實打開信用分數的計算的APP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些機構會告訴你說 我根據 譬如說你的 在銀行開戶的紀錄 然後你每個月就是使用你的 信用率有百分之多 然後會列出這個分數在你 這個月的占比是百分之幾百分之幾百分之幾 為什麼會上升 為什麼會下降 哪些因素 哪些 就是 造成這些改變 然後 如果你小提升 你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 這個就解決了第一步的問題 就是 透明的問題 第二步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百分比是這樣算 那 他們可能告訴你說 如果我告訴你的話 或是 如果我 讓你進來看這些內部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做為競爭對手 或是扣比走我的資料 或是扣比走我這些商業的know-how 但是你 這個時候就會講說 例如說 如果是行政機關 就是 測出照相 他 他設的速箱要開發 至少還 還要交出一些 就算是找 就算是找 就算是找學者去 硬做出來的一個就是 什麼 交通 或什麼 他也是要端出一個東西 但為什麼這些 影響你生活 這麼巨大的 就是工資 不需要端出任何東西 然後你就要全盤接受 這就是我們講的正當程序的問題 那 決策透明度就是 第一個環節就是 最簡單就是揭露 到底哪些因素素傳什麼 第一步做不到 但是第二步呢 那在信用分數之中 只是用百分比計算這種簡單的 都已經在第一步到第二步有困難 那在機器學習上面 我們如果只是單純講說 可 那個什麼 就是什麼可信賴啊 然後分開通 你去 真的把那個 假設真的 你把你的 M模型 就勾布在網路上 給大家看 那意義 何在 就是 我看到的這個 百分站 然後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模型就是 你覺得 最OK的模型 為什麼這個模型應該要 出在我們身上 就是一個很大的 再問 那 再來帶一道 就是 就是非量化資料怎麼判斷 我們剛剛講說就是 就是資料 首先就是在前面 最前面去來的人 做就是dirty work 去標籤那些資料 把這些其實現實生活中 不漂亮的 就是 充滿很多複雜因素的東西 轉換成 就是某個數學的項鍊 然後 才能讓你去做 在項鍊空間中的 就是這些 漂亮床床床 才能讓你去 塞進 M01 對 那 但是 你知道 社會 這個現實生活 都是有這麼高 這麼多維度的 你要怎麼樣 就是把它 化約成 就是幾個數字 或是 是或否 你即使得要做classifier 就是 或是你要做 因為classifier 那個是或否的界限在哪裡 就是 你當然可以說 我為了這些資料 就是這些資料是是 這些資料是否 之後就做出原因 但是為這些資料的人 誰去標示說 這件事就是是 這件事就是否 一個例子是 我記得好像不忘記是哪一週的 發 那個 不是這個 食物券 就是窮人救介那種 就是你去全家可以換早餐券 他們會有full stamp 那 那個 那個 申請那個聯邦補助的計畫 其實 或是那個州補助的計畫 其實 你說是填申請標吧 那 他們會有一些 判斷的 判斷的標準 例如說 你這個人要申請 你必須要 例如說你有在試著找工作 但是遇到困難 然後你並沒有就是 遊手套錢 就是到處上街刑期 還要來申請你失誤券的這種情勢 那什麼叫做遊手套錢 什麼叫做上街刑期 負責標示的人是誰 可能在以前的case 就是真的會有人 送那個資料進去 然後會有社工 或什麼去做那個審查 但是 這些審查的資料 可能就是把它全部都統整起來 說 就是 這些事 都有人 去看過這個人是怎麼樣 那 你能之後把它全部收起來說 好 我們從這些 既定 已經之前判下的case 我們去歸納出 什麼樣的人 可以 什麼樣的人不行 你可以這樣嗎 就是說 如果之後 尤其是像經濟學習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這些公司行號 或是政府機關 會找便宜的派遣工 或是什麼某個遙遠 他不是很care的國家的人 就是 每天拿幾毛錢幾毛錢的 去做審查 或是審可 或是標示 這些人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應付應來 像社工 或是像 政府官員 或是像 你知道 銀行貸款 就是什麼原因 有權利 去決定說 是 或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 我們知道 量化 就是量化 你就可以說 這是數學 或者是 我們就畫一個線 再去朝線 就好 但是這種 實際上 情況的東西 到底要怎麼講 那 這就是 誰 來做這個 決定的問題 那 我覺得 整體來說 你其實 通通把這些因素 就是歸納起來 就配合說 就是大家 理想上 就很多人會講說 哇我們就是 有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慧之後 你們再也不需要 口紅放光 再也不需要這些 就是 充滿了人為偏護 就是 可能會思想受受 這種 舊的政治 舊的社會 我們接下來 就要進入一個 就是乾淨 清潔 然後沒有任何的 就是 人為因素介入的 就是 漂漂亮男星社會 但是 其實 當你在從 就是人為決策 交流機器決策的時候 就是 你以為你把所有的人為 全部都排除 其實你只是把這些東西 往左右一推 就是 原本是 決策過程中 有一個人 有那個人去做 審核標準 他就是負責人 就是把推過去 變成說 設計的時候 程式設計師 怎麼去code 怎麼去code 怎麼去把 把抽象的法規 歸納成 就是 實踐 就是把它轉譯成程式 或說在 就是如果是 機器學習的話 你在輸入的時候 這些資料是由誰來標示 這些標示的人 是不是都是微小微小微小的 做出決策的 那個小部分 那 最後的結果 結果如果有機器 直接審核 通過 那就直接這樣 把它來技術序域成功 你能接受嗎 要有人去做 把關的過程嗎 還是所有人 就直接 你信任的把這個 全力交給機器 其實也是 認為決定的一部分 就是你覺得 機器不會出錯 那你其實就只是把這些 看起來好像 就是你其實只是把這些 就是前前後後的因素 都隱藏在 就是機器的那個 背景下 所以就有 會有人拿那個什麼 呃 先 那個綠野仙蹤 的那個 來舉例 就是你乍看 就是像那個 帷幕外面看到 是一個神奇的武士 但是你把那個 木揭開 就只是有一個人在 火焰前面跳舞 但是他就可以就是 實壞大概去做很多 誇張的事情 像那個食物 剛才好像那個 花放食物券的那個 就是有沒有 是 這個人是不是貧窮 或是什麼 如果這個神奇設計 是因為 是接政府報案 他就隨便做 就是如果我看 譬如說 如果 或是如果這個 審核標示的人 看這個人的照片 這個 我看這個人 就是谷歌驚喜 然後就 就說他故事 或是如果我看這個人 就是 你知道 譬如說 台灣人最傳講的 就是什麼 美國黑人 印度R3 然後什麼 在一起 沿街 起逃 然後這個那個 那我出去介紹 燒殺 那如果他新手 比較有偏見 去做出來這樣的結果 你事後要 在輸入 在資料表示的時候 做出這樣 可能帶有歧視性的決定 你在整個模型去念完之後 你要怎麼去追 你要怎麼去炒出 他違反正常程度 這個都 都是等於是 你把之前這些 只是單純做行政 單純做 這個公司 然後做決定 可以 把他全部藏起來 就是說 因為我們用了 我們新個人 因為我們用了自公化決策 所以這個公司超級公正 就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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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你 不過就是把它當中藏起來 對 那 你就 當然 這個我覺得 這個意思 最明顯就是 大家看那個什麼 愛智慧什麼都發生過 然後他假設你說是電腦選人 你就覺得 哇 那在電腦選人 對 那做完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電腦選人 一定特別好 甚至說 我覺得不要講 就是講法規的轉移 例如說 我們就講選舉好了 投票日的選舉 應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 那如果你今天要設計一個系統 那如果我8點59分 工作人員要去測那個系統 我幫你使用 8點59分的投票 系統要不要看 下午5點之後 就是投票排隊 限拉到哪裡 這個東西 就是 到底 系統上面要不要設這個限制 然後時間限拉到哪裡 最後 那可能如果是公務門 可能就會說 要嘛就是推了一張幾年 承辦人法 要嘛就是我自己抓的 例如說 可能前後15分鐘 我系統就不要死我 這樣 有什麼事情 就不會找到我身上 但是在你這個時候 做出那個 前後15分鐘 可能可以投放 這個選擇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代替行動機關 或是代替法律 做出一個解釋 那 這就變成說 我們難道要的是一個 之後出包就把事情 就怪一個說 啊這個 我們就是 我們重罰場上 或是譬如說 之後出包就說 啊我們就是 這個 不可靠 對我們就之後 會找就是 尖端的科學家來去做這些 其實並不會解決問題 這關鍵就只是 大家想要去想起一個 風箏的表象 但是 卻不願意去看到 其實 我們在日常生活的 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機的 那 最後就是講到說 那你怎麼會講 聽起來很無力啊 就是好像 那就大家就不用 用電腦的決定啊 就是 都找很多人啊 這樣 就是說你是不是很 反進步 或是反科技 但是其實我覺得 不是 我覺得最簡單 一個講法就是 你去思考什麼東西可以用電腦 什麼東西 不能或不適合 那 你要用電腦做自動化決策 先問那個系統 為什麼 為什麼 你需要這個系統 例如說你要做犯罪預設 為什麼 警察機關 會覺得需要犯罪預設系統 我們都說是 無罪推令 或是我們應該要預設 就是 大家平常走來的路上 不會被警察騷擾 但是 你這個國家警察機關 這樣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犯罪預設 我們看看就是 這些人哪些就是什麼 張頭鼠面 有沒有 就是 一臉就是 壞黑子 然後就創 你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對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去講到說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你講到設計上系統 然後再來就是 那我們真的要設計的系統 有哪些東西 是規則 哪些東西是標準 就是 規則的話 就是像交通法規 就是 就是一板一岩 你知道 什麼 沒有開 就是有開沒開 你去朝說什麼 我燈就只有什麼 25%亮 然後因為它電不夠 或什麼 有沒有看 但是那個都是很自為莫及的 就是 那個東西是法院可以認定的東西 一直以來 但是 或是例如說 有超速 有超速沒超速 你真的要去跟法院阿裕說 喔這個東西 因為我相對對於關係 看到我的時候 就是 這個就是不一樣 就是 這個其實 早就傳染法院 都可以處理 但是 如果你是要讓地牢決定 什麼叫做 對啊 例如說 像 社會秩序維護法 或是什麼 什麼 不當跟追他人阿 然後或者說 像 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什麼 連這些刑機 刑機可疑 什麼樣都是刑機可疑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要交給 電腦判斷嗎 你會覺得電腦判斷這個 比較準嗎 或是甚至說 我們都說 這個人就是 例如說 就拿量情系統好了 如果大家覺得 要有機器法都來判案 但是又覺得 什麼 什麼 孝子為了爸媽媽去擋刀 這種事 或是不小心失手殺了流氓 這種事情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要怎麼定義 就是你要交由機器來定義什麼是孝子 然後誰要做這個輸入 誰要做這個標籤 對不對 這個都是非常大的 就是大的災問 那電腦可能適合做去根據一些既有的 就是明確的線的規則 去做一些就是自動化的判定 然後但是有一些抽象的標準 一直以來 我們可能會叫做不確定 就是要由人去看實際的情況 這些東西可能不適合由電腦做 或是不適合在第一個PASS 就是就有交到電腦去 然後大家會盲信他 那我就要去思考說 這樣的系統做出來就是 都不OK 然後適不適當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再往後退 就是再想想說 那如果你做出來了 就譬如說 就算你有明確規則 制定規則的人是誰 讓行政法上面 我們都知道政府機關要修法之前要提 直出預告 那假設如果今天改了演算法 然後讓這些Youtuber 就是突然就是廣告推爆點 我們會不會期望他 要做類似的預告 或是他應該要告訴你說 讓你有一個可期待性 尤其是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 剩下沒有多少具有影響力的影響品 哪可以達到Youtube 這麼大的影響力之下 結果 我們是不是要做這個情況 那當然 當然可能會有人講說 我們就把就是 像美國早期或什麼一樣 就是大公司斷腔好幾段 就是 避免他要壟斷 只要有競爭 就可以達到結果 但是在這個資料 就是當到年代 就是大家都想要方便 大家想要個人化 你真的會期望說 這種 什麼 Federate的那種服務 就是沒有完整整合服務 你真的期待 大家會想用 或是真的其他他們會競爭 甚至說 在 還有競爭的領域 例如說像 我不知道 科技經濟或什麼 在還沒有一個壟斷的 應用程式出現之前 大家想的是什麼 大家想的並不是說 我要提出一個 與市場與眾不同的 保障隱私的 什麼app 那個都是小眾 大家 大部分的金融機構 或是大部分的公司 的話應該想的是 我要怎麼樣盡量的搶在競爭對手前面 或許更多的 可能甚至不到的資料 才讓你覺得 我好用一強的市場率 那 競爭不一定 我們知道 那就變成說 在這個競爭不一定 會打達到 就是 科技所要的效果的這個年代 我們要想的應該是 當這些 我們LINE維生的 資訊軟體 公司 決策的機 我們的這種機器 在運作的時候 我們要想的是 怎麼樣 我們以前就知道說 可能在 美國西部拓房的時候 那個什麼火車 什麼鐵路交通運輸 變得很重要 就 我們害太少人 進場規範 但是 現在科技公司 是不是也面臨到一個 類似的情況 就是 它是這個社會的 不敢輸入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 適度的 伸手去介入 那 無論是 譬如說 它對這社會 應該要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甚至 或者說 這些公司 沒有 不能那個什麼 那這樣 言論是助餐吧 就是 Google一方面 假如說我是私人公司 就是 你不能管我 演唱法怎麼排 然後你不能管我新聞秀什麼 就是我如果這樣做調整 你又有商業討論 但是 當 就是 例如說 出版業告他說 你這樣子影響我們流量的時候 他就說 噢沒有 我們不是在做公共投資 就是 你不可以就是 我們是在提供管道給大眾 所以你不可以告我侵權 你也不可以就是 要我職務費用 就是 你不能 又 又要盲人好 又要盲人不吃財 對不對 所以 勢必這些 我們最後任命說 我們需要想一個辦法 到底 這個社會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如果希望 繼續使用這些方便的服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適度的去介入去管理這些 管制這些演唱法的就是 引入和管理他們就是 決策的方式 然後 我們是不是要適當的導入 例如說 提供一些這些公司適當的名義基礎 像Facebook他們 很掙扎的在做一些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的事情 但他們不是會說 很多請媒體專家學者 甚至可能有言不自由的老師 會提出一些概念 就是說 這些科技公司 是不是要在當地 成立有點類似 資議會評會 或是法庭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用 類似政府 類似 類似 類似工法上的這種 就是 人民和政府的關係 讓這些公司 負起一些他們類似的責任 讓這些科技公司 在 就是 用機器影響的社會的時候 去 讓我們同事也可以 完全 我們要把全力爭取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有趣的點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 讓 真的要活在一個 有便利的 就是機器中覺得的社會 那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建立 跟 與 這個制作輕人 那就絕對不會是一個 黑響的結構 絕對不會是一個 你看不出 到底 就是他怎麼運作的一個結構 甚至說 我們就 就算這個工 就算假設伯果 還沒有廢除他的 那個 不作惡的那個條款 我們也 如果我們看不到他怎麼做 我們也 也自始至終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相信他 真的不會作惡啊 那 我們要怎麼樣重新導入 正當程序 我們要建立 人和 機器的信任 怎麼樣讓 這個 機器決策 背後 真正 就是 不會因為 你選了 機器 或是你選了 就是 隱若科學 就忽視了這個 什麼背後 人和社會派對 我想應該是未來 做這個主題很重要的 就是 關鍵 那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我有幾天參考資料 就是 跟PostCover 一樣強 我覺得 都寫得蠻簡單 就是後面這邊是法學 有其他的論文 就是在講 剛剛講的那個 測速照相 他那個 就是 他在講科技的整項程序 那一篇是還蠻經典的 那前面那篇比較適合就是一般人 就是 那個 PostCoverty教授的黑暗社會 他 這個月吧 也會啦 也會中英 在中英院的法馬 研所 遠端演講 應該會講那個 AI和 就是 有病 因為他也是叫健康王教授 應該會講一些最近的案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關注 他的演講 你知道嗎 然後其他 然後這個slide也不完全是 從他的書欄 但是我有整合一些其他的新聞 資訊 那大家有什麼 有興趣的話可以先從這個 東西開始看 然後 那大家就繼續講